是如何骚擾自己 被质疑带头偷打疫苗 但说真的 我相信目前蔡英文 出正常的陈时中这些人 比起疫苗 更是人人想打 只恨打不到而已啦 6月8号晚上 郝信安诊所遭爆料提供 不符合资格的民众偷打疫苗 台北市政府于6月9号公开认错 并坦承内部管控有疏失 突然间 柯文哲成为被群体围攻的对象 而陈时中听到这样的资讯时 是怎样回复的 像这样的事情 但我想就是要这个 整个疫苗 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的议题 那如果上面有任何上面 行政的问题 那都要严查严办 吼 陈时中说要严查严办嘛 这是他自己讲的哦 于是网路上开始出现 偷打好心肝疫苗的名单 不只蓝绿 各大政党都启动公司 互相丢对方人马 偷打疫苗的名单 因为偷打疫苗的名单 包含了工商界 文化界大佬 电视台经营人 请院级发言人 监察委员 国策顾问 以及多名资深艺人 主播 政论节目主持人 艺人郭志浅 胡昌明夫妇 以及爱奇艺的副总杨明 PC Home的董事长张洪志 永峰于生机总经理和一家 民进党立委邱世文 时代力量立委廖玉贤 他们都先后坦承自己 已经打过疫苗了 就在台湾民众想说 要看到血流成河的时候 网路上突然一片祥和啊 因为那些在丢粪攻击对方的政客 最后都发现 大部分的粪都丢到自己人了啊 于是陈时中 又被问到就着好心肝相关议题时 他改口了 什么叫看名单是多少啊 诶 陈时中 你讲的是中文吗 人家问你会不会公布 只要回答会或不会就好 在那边说什么 看名单是多少 什么叫看名单是多少啊 多少人吗 还是看有多少是自己人 在决定要不要公布啊 你们一开始听到台北市的时候 不是高喊要严查严办吗 怎么突然间就说了啊 但这其实 就承到非常深的政治角力 接下来直接揭露他们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啊 疫情不断延烧 民进党的民调这次往下掉 但国民党整体的民调没有起来 那谁起来了 一开始的时候是侯友仪往上冲 于是就出现了这些影片提过的 民进党搞了一个拉科打猴的策略 最后搞到民众党的民调节节攀升 于是他们转向准备对付克文哲 你们要想哦 好心肝诊所一千多人偷打疫苗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结果正准备杀向克文哲 名单出来后才发现 杀到自己人了啊 这就是台湾政治最可笑的地方啊 为什么每次重大事件最后都不了了之 因为他们都自己人啊 看完本片再去看上一支影片 就会非常清楚了 也能直接明白 为什么他们敢这样乱搞 而这次我必须说 台北市政府绝对有疏失 我不是在帮台北市府 或帮民众党讲话 懂我的观众都知道 我不会帮做错的人护航 各位的影片 再从大家没有想到的角度去分析 因为我说的是 从这次事件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野党绝对不会认真监督执政党啊 他们吵架都在吵作秀而已啊 就像好心肝事件好了 你要在野党怎么监督 蓝绿黄红白全部颜色都有牵扯其中 一监督就杀到自己人了 再来 你们一堆财团跟大咖金主 任何政党都不会跟钱还有金主过意不去啊 不然下次就不用选了 所以台湾人只能靠自己监督啊 所以我才说 台湾人民要团结 大家一起监督执政者 因为除了我们自己 我们还能信任谁呢 难道你们不知道 连总统一直是财团养的狗吗 好心肝诊所是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创立的 医师群均由台大医院训练出身 基金会董事长是许青川 总执行长是杨培明 这个是他们跟陈思忠的合照 然后还有他们跟蔡英文的合照 所以嘛 哦 没有啦 这就只是合照而已啊 因为他们也有跟柯文哲的合照啊 哎 高二绝对公平公正公开啊 不会避重就情 但其实偷打疫苗的 根本不止好心肝一家 还有小核心诊所 核中诊所 台中荣总 庆祝空军医院等等一堆啊 偷打疫苗的也不止上述 还有行政院顾问定一名 云林县前县长张荣卫一家 总之 各个颜色非常多人啊 而且我必须说 我手上也有拿到很多份名单 有些是在每份名单都有重叠 而有些却不完全一样 也就是说 每份名单在外流的时候 都已经经过筛选 顾虑掉自己人啊 但是好名单根本没有意义啊 该打跟不该偷打的 他们都已经打完了 回归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因为台湾疫苗不够啊 诶 台湾真的很可怜 国外都在找谁没打疫苗 而台湾却在查谁偷打疫苗 国外是拿疫苗就国人性命 而台湾是拿国人性命就国产疫苗 国外是想打就能打 而台湾的超前部署 是轮到你才能打 哎呦轮到什么时候 也不知道 然后政商名流 还能插队打 那有些人可能会问啊 他们这样偷打没有行责吗 我必须说 我身边也有朋友被救去打疫苗 当下他们的反应就是 为了活下去 然后有管道能打就赶快去打 但他被我拦住才没去 结果事情爆发后 他跑来感谢我 跟我说 还好我有劝他 不然他也要被剪掉抓去怎么办了 但传染病防治法 执法医疗机构 所以其实这些透达疫苗的政商名流 通通都没有适用的法条啊 就算之后修法药法也没有用啊 在之前恐龙法官可叫化吗 还有等你毛长期再来看这几支影片 都有说过了 法律不溯及既往 意思就是 没有办法追究修法前已经拖打疫苗的人啊 而且就算用修法 也要考虑是否有危险 重点是 宪法还有保障人民免于恐惧的自由 所以现在执政者滥用权力 不只用假消息把人民政治的声音打成假消息 还要开法 甚至找一堆理由不进口疫苗 所以我主张请大法官示线啊 呃 不过 想想还是算了啦 现在球员跟裁判都英皇说的算啊 他们只要花钱再发个业配 给解个律师跟司法官 然后用同样的手法带带风向说什么 哦 man 法律师跟司法官都挺民进党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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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啦 但能不能 用你们打柯文哲的力度 拿来追究三加十一 拿来调查防疫破口 拿来侦办会议记录 拿来买疫苗啊 该办的事情都不办 也不进口疫苗 继续在那边煽起警戒 把台湾老百姓当狗一样管制 然后总统带头偷打疫苗啊 资料浅勢勒 今天我们的四军统帅 自己偷偷打了Pfizer疫苗 我这样讲我有我的把握 我有我的消息来源 总统府如果你觉得不对的话 你党派站出来开启者会 自己偷偷打了疫苗 然后出来演一出戏 叫大家来打高端疫苗 然后还说什么 我把我的手臂留给国产疫苗 其实这一点很好猜啦 之前打AZ的时候 只有苏貞昌跟陈时中 那蔡英文为什么不打AZ 一定有他的原因嘛 而且一堆小官员都能打疫苗了 连负责总统为安的国安局特勤随护 已经全数打完疫苗 没道理总统还没打疫苗啊 更何况一个国家元首 如果到现在还没有打疫苗 那如果哪天不小心中标了 会是多么重大的国安危机啊 欸 台湾老百姓肯定痛哭流涕啊 所以蔡英文已经打完疫苗 其实很合理啊 但总统府的发言人 却否认此事 还强调 总统跟副总统 愿意授权由指挥中心 调约相关接种记录 公布与国人依照公信 呃就这样吗 我看到血流成的盒啊 赶快罚彭文赠三百万啊 赶快告他啊 怎么就只有这样啊 难不成 你们也怕对不公堂吗 欢迎各位 理性留言你的看法 觉得总统有打了加一 没打了负一 但比起到底有没有打 有件事情更奇怪啊 蔡英文说 要把手臂留给国产疫苗 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可以增加台湾人 对国产疫苗的信心 而且世界各国都在研发自己的疫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物资啊 但反过头来我们再想想哦 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 要让台湾人对国产疫苗有信心没错啦 但会不会塑造的太有信心了啊 根本直接担保背书加代罢了吧 请问你们怎么不用同样的力道 退从台湾国产猪肉 或是其他台湾国产用品啊 也没听他们说只开国产车啊 但关于台湾缺疫苗的前因后果关系 在之前这七支影片已经有深度分析了 至于在那边追究总统有没有打疫苗 或是哪些政商名流偷打疫苗 或是特权打疫苗事件 遭重罚200万 这些事情我觉得对他们来说都无关痛痒啊 因为这些根本不是重点 追根究底会产生这么多的社会问题 人们连为了让自己活下去 打个疫苗都要道歉 连为了让别人活下去 打疫苗都要遭罚200万 就是因为疫苗不够啊 所以蔡政府前面捅出来的问题 搞到自己要被追究有没有偷打疫苗 大家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可笑吗 那为什么疫苗不够 哼 这其实是台湾独步全球的超前部署啊 当初 东洋买得到3000万剂的BNT 蔡政府超前部署所以不买 AZ疫苗请台湾代工生产3亿 指挥中心超前部署也不要 地方政府跟民间愿意进口疫苗捐政府 却给人家设了八道墙百般阻挠 日本有多于1亿5000万剂疫苗 我们台湾伟大的超前部署 就只要100万剂 而远世成培者 这一年来不断建议要进口单株抗体的药物 可以减少重症 并大幅降低死亡率 结果指挥中心不听啊 直到死亡人数高达400多人了 才在6月11号紧急进口1000份 诶 这400多人原本是可以救火的诶 妈的 必须打疫苗 我比较想打这些狗关啦 如果蔡英文 苏贞昌 还是陈思忠走在路上 我绝对鞋子脱下来 一巴掌打他去啊 哦 我就说 呃 才是狡辟的蟑螂啦 端午廉假期间 有些人拿北上的照片 跟以前的假照片 在一堆社群 PO文骂反向车潮说什么 他们会造成疫情更严重 blah blah blah的 所以这舆论越演越烈 最后大家却发现真相是 6月11号交通部在交流道路口 此时以48秒为周期的车流管制 红灯35秒 黄灯3秒 绿灯10秒 呵 请问这样人不塞车吗 这次观众朋友传给我 大家要去工作时 现场拍的画面 但执政者不可能不知道真相啊 除非他们的目的就是 故意让廉价塞车 把民怨转向返乡的民众啊 那这样可以操作的空间就很大了耶 例如 过几天收假后 再把确诊人数跟死亡人数 用校正回归 怪罪人民返乡群聚 这样被抹黑的上班族 根本有理也说不清啊 当然我这只是举例啊 我们伟大的台湾政府 才不会做这么拍新公爱待机 他们顶多只会在新闻上跟大家说 破口是万华造成的 因为病毒会空降到万华 注入此类这种不科学的言论而已 不过没关系 我下一支影片就来公开 我来入境筛检手续有多么严格 并附上真实拍摄的画面 让大家知道 3加11是如何成为防疫破口的 我必须告诉大家 情侯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 而这些内线资讯 会在这周五上架 当我廉价时 我在YouTube社群文章 破了这篇文 以舒缓想回家 却不能回家的罪恶 现在想想不仅觉得 从什么时候开始 台湾人为了要活下去 连打个疫苗 都觉得羞愧 觉得羞耻 什么时候台湾人民 连过节要回家 都变成一种罪恶 这一切 真的是我们居住的台湾吗 平常的工作忙碌 已经很久没有回家 陪爷爷一生中最爱的女人了 但我想带着奶奶散步 我却不敢回家 很多人说 沟沟天不怕地不怕 但抱歉 我怕的东西 很多人不怕 就像现在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自己身上 是否带有病毒 会不会这样回去 害了家人 所以在没有全部人 打完疫苗之前 我们怎么回到 以前的生活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 请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你的家人 好好告诉他们 你爱他们 并让他们知道 这段时间不能回家 是有原因的 而这个原因 不是老百姓造成的 所以请给我疫苗 还给我们宪法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权 其他在那边政治角力 还有为了掩盖他们无能所说的屁话 全部go to hell 成功了能找方法 而失败的人 找理由啦 我跟他们不谈 不想让人陪 Don't fuck with me